武神主宰 第5576章 罪孽守护 作者 按摩师 秦晨 看向幽冥大帝 眼神眯起 幽冥大帝脸色难看 想都没想 便是直接打断道 你想太多了 这绝无可能 四级大帝 非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见秦晨眉头皱起 幽冥大帝解释道 四级大帝 那是走到了 大帝终极道路的存在 到了这个层次 掌握的天地威力 根本不是诸位能想象 简单来说 你看这永结涅海如何 众人一愣 纷纷低头看向下方永结涅海 面露疑惑 幽冥大帝这话什么意思 幽冥大帝沉生道 这永结涅海 不过是当年明月女帝 所凝练多年的本源储存之地而已 便拥有如此神威 哪怕是明月女帝消失这么多年 依旧无人敢轻易闯入其中 这还是没有明月女帝掌控的情况下 一旦明月女帝在此 你们可曾考虑过 这永结涅海将会有多可怕 文言 众人的神色都是凝重起来 正如幽冥大帝所言 光是这眼前这 没有明月女帝掌控的永结涅海 这么多年来 有多少明界大帝 想要占据得到 可却从未有人成功 像始妹大帝 或者三大明女这等大帝 若强行闯入 必然会陨落在这无尽的罪孽之力下 这还是无主的情况下 若明月女帝亲自掌控 又会爆发出何等危能 众人几乎无法想象 这浩瀚永结涅海 被彻底催动的场景 那必然是大浪滔天 罪孽遮天 如末日来临一般 怕时来再多的大帝 也要被淹没其中 为自己犯下的罪孽赎罪 幽冥大帝宁声道 你们应该也能想象到 这将会有多可怕了 而同为四级大帝 明月女帝虽然为四级大帝之首 可五月明帝和十殿炎帝 也绝非你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 明月女帝有永结涅海 你以为五月明帝 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质保吗 若她们的本体轻质 那 幽冥大帝摇摇头 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众人却都已经 明白了她的意思 那我们该怎么办 众人脸色都变了 看向幽冥大帝 你也是四级大帝之一 难道连你也挡不住那五月明帝 唉 幽冥大帝摇了摇头 叹息一声 本座若是全盛时期 自然不怕五月那家伙 可现在本地只是一道残魂 本来在来之前 我也让秦晨小子 不要如此贸然前来 永结涅海 而应先去我麾下的黄泉山 幽冥大帝一脸责备 若我能先回黄泉山 便可利用黄泉之水 凝炼肉身 恢复大部分实力 到那个时候 就算是五月明帝清零 本帝也可抵挡住他 可现在 幽冥大帝摇摇头 没有继续说下去 黄泉山 秦晨眼睛一眯 然后整个人突然笑了起来 众人一愣 这都什么时候了 秦晨还能笑得起来 主人 使妹大帝忍不住道 怕什么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先前没去黄泉山 是因为 思思等不了太久 如今 思思已在这永结涅海中 咱们现在再去黄泉山 也未必来不及 你说呢 秦晨转身 拍了拍幽冥大帝的肩膀道 咱们现在去黄泉山 众人一愣 这还来及吗 不死帝尊顿时焦急道 姑爷 你说小姐 现在正在永结涅海中 若是姑爷你离开了 五月明帝本体降临 定会发现小姐 届时就算这幽冥大帝 回到了黄泉山 又有什么 用 小姐怕是已经 不错 主人 若主母出了什么意外 便是幽冥大帝 恢复了实力 也是于事无补 还不如让他留在这里 死守主母 使妹大帝 也急忙神色严肃道 这幽冥大帝 好歹也是曾经的四级大帝之一 就算只是一道残魂 关键时刻自爆起来 也定能给五月明帝 带来一些伤害 为主母 争取一些时间 幽冥大帝 这么说的是鬼话吗 坐以待毙肯定不行 让我仔细想想 秦晨扫了眼在场众人 目光在太阳明女 幽冥大帝 魔力等人身上 缓缓掠过 一个个念头 在他脑海中不断浮现 妈的 这秦魔头 又在想什么搜主意 被秦晨的目光扫过 其他人心中还没啥感觉 可魔力却是哆嗦了一下 只觉得心中慌得不行 每次秦魔头思考 就肯定没什么好事 转瞬间 无数念头在秦晨心中掠过 一个计划 已经在他脑海中缓缓形成 先不要着急 先去看一下思思 秦晨深吸一口气 越是这时候 他越是要保持冷静 当即 他直接将太阳明女囚禁起来 身形一晃 朝着下方永结涅海掠了过去 轰的一声 秦晨潜入海底 而幽冥大帝等人 也纷纷跟了上来 这永结涅海中 蕴含恐怖的罪孽部的罪孽之力 令人心计的罪孽气息涌动 众人只感觉 一直陷入 这罪孽的包裹之中 整个人简直要被这股罪孽之力 给拖入无尽深渊 成为这罪孽的奴隶 哄 关键时刻 秦晨一挥手 直接将四周的罪孽之力 驱散开来 他因明女等人 这才不受罪孽之力的侵蚀 此人果然得到了 女帝大人罪孽本源的认可 一旁暗星明女 目光一闪 心中一块大石头 彻底落了下来 如果说他之前 还对秦晨有一些怀疑的话 那么现在的他 对秦晨是再无一丝怀疑 若是此人对女帝大人有敌意 是绝对不可能得到 永结涅海认可的 一行人迅速下潜 片刻后 众人便是 已经来到了 永结涅海最核心的地方 一道道恐怖的镇柱耸立 在那镇柱中间 是一座宏伟的宫殿 绽放无尽的神光 散发出令所有人都心计的气息 这是女帝大人 当年居住的核心宫殿 暗星明女倒吸冷气 心中暗精 她虽然得到了明月女帝的部分认可 拥有着掌控永结涅海的罪孽星辰 可这核心宫殿之处 她也是第一次前来 光凭女帝留给她的罪孽印记 还根本无法支撑她来到这里 那是 旋即 暗星明女目光落在了前方的核心宫殿之上 瞳孔骤然一缩 在那宫殿深处 竟隐约有一道曼妙的身影浮现 这一道身影不断缓缓吸收四周的罪孽之力 令得整个核心宫殿不断地轻微震颤着 并且在那身影之前 还这一面古朴不凡的古琴耸立 这古琴绽放无尽的光芒 将那身影包裹其中 引动浩瀚罪孽之力 将那身影衬托得宛若一尊神女 这是女帝大人的至宝六欲魔情 暗星明女大吃一惊 口中话音脱口而出 神色激动兴奋 不仅是她 一旁的太阴明女 不死地尊也是露出激动的神情来 不死地尊的眼角更是有泪水滑落 小姐 不死地尊浑身激动颤抖 老泪纵横 小姐 暗星明女此刻才发现 那身影的气息竟和明月女帝大人极其相似 一个难以置信的念头 在她心中陡然升起 她豁然看向不死地尊 喃喃道 小姐 你是说 此人是女帝大人的 不错 暗星 她是女帝大人的传人 也是女帝大人 当年吩咐我守护一生的人 不死地尊 热泪盈眶 嘶嘶 秦晨看着前方的嘶嘶呢喃 自从思思进入那核心宫殿之后 就陷入了这种独有的空灵状态之中 宛若沉睡一般 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和波动 秦晨小子 按照这个速度 你女人怕是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才能吸收到足够的永结涅海之力 疗伤结束 幽冥大帝开口 她话音未落 突然 嗡 远处的六欲魔情突然传递出来一道情音 哄 哄 下一刻 两道恐怖的气息 从不死地尊和暗星明女身上同时绽放出来 不死地尊身上的私命殿和暗星明女身上的罪孽星辰此刻 竟是主动脱离而出 绽放出恐怖气息 私命殿 罪孽星辰 六欲魔情 这三件至宝同时阵战 宛若形成了共鸣 轰隆一声 整个永结涅海 竟是疯狂沸腾起来 一股股恐怖的罪孽气息 疯狂涌入到丝丝体 内 并且三大至宝绽放流光 在这核心宫殿之外 瞬间形成了一道可怕的罪孽长河护照 将丝丝守护在了其中 众人一时间猛掉了 幽冥大帝末地瞪大眼睛 师生道 罪孽守护 这是怎么回事啊 而不死地尊和暗星明女也是 难以置信地感受着自己的身体 轰的一声 他们身体中当年明月女帝留下的印记 瞬间绽放神光 一股股罪孽之力 也流入他们体内 竟是令得两人的气息 在以一个极其缓慢的速度 缓缓提升着 孤雁 我的修为在提升 而且 我好像能掌控这部分 永结涅海之力了 不死地尊 难以置信道 我也是 暗星明女难以置信 看着自己的双手 此刻即便是没有罪孽行尘 她单纯凭借脑海中 明月女帝留下的印记 亦是能操控这永结涅海的部分力量 罪孽守护 三明合一 这绝对是明月女帝的布局 其他人根本无法做到 可怎么可能呢 幽明大帝一脸难以置信 明月女帝当年是意外失踪 她怎会算到 她的后人 将来有一天会来到这永结涅海 给她留下这样的守护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